大家好,我是Carrie,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來到Surry這個城市 我們在Fleerwood的Subneighborhood 現在會看一個比較大型的Townhouse項目 它叫做Wood and Water 我們先進入售樓中心 其實這個project已經建了不少樓出來 所以大家看到不是一塊空地 而是除了售樓中心之外 附近也有些喜好和人街入住的單位 我們可以看看這個大型模特兒 其實現在售樓中心就是這個中間的地方 它外面是Surry152街 這裡有一個入口 進來之後有一個住宅 因為這邊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哥爾夫球場 這裡進來整個屬於Wood and Water的公園 它分了幾期賣 有些已經賣了 有些還未開始賣 有些現在賣 我們可以去那邊看看藍圖 我們的位置不是交通極之方便 在Surry、Central市中心 旁邊有很多高樓 Morlake Townhouse 就是居住在一個比較舒服一點 附近多些公園 E3磅水的地方 這個是Fraser Highway 這裡是152街 一直駛到這裡有一個入口 我們其實就是這個屋苑 大家看到旁邊有一個很小的哥爾夫球場 為甚麼說它很小呢 因為相比這些地方 這些都是Green Park 或者是一些大的哥爾夫球場 相對來說 我們這邊周邊有很多綠花 藍色的這些點點 其實全部都是一些不同的活動 包括哥爾夫球場 包括一些 Recreation Center 有些是野外 有些是室內 另外紅色是校網 另外也有一些生活設施 會聚集在Fraser Highway 這裡也有兩個細膜 另外到這邊回到King George 這裡也有一堆超級市場 例如Costco或Superstore都有 我們現在可以看看樓樓 其實整個Wood and Water的項目很大 它已經賣了一期 這些紅色的是賣了Union 第二期也賣了 現在其實在第三期 就會在這個區域 現在發展商可以賣到的就是這一堆 主要有三種植 D-Plan、J-Plan和J-Plan G會是最小的 D-Plan是兩層的四房Town House 然後J會是三層的四房家庭 我們可以看看D-Plan D-Plan的Starting Price大概100萬頭 它是分兩層的 大家看到車庫和客廳和飯廳是同層 有一個Powder Room 有後院 上樓上有兩個套房 首先Master Bedroom有一個套房 有一個walk-in closet 另外還有一個Second Master 也是有套房walk-in closet 另外還有兩間房 去share這個洗手間 這個是D-Plan的積 全室內面積1615呎 D-Plan現在只剩下一個 28號也賣了 29號 遲下應該會推出最後這四個D-Plan 它是類似Duplex Home Home 家庭風格 然後我們看看G-Plan G-Plan比較小 分了三層 它是三房加一釘 Garage進來是一個書房 之後有一個Powder Room 不能洗澡 可以去洗手間 亦有窗和衣櫃 有些朋友說暫時當一個客房 都可以住 上一層樓梯之後 會是客飯廳和廚房空間 這一層沒有Powder 這個對著有後或前院 還有一個deck 然後再上去就是一二三間房 一個主人控房 這個就是G-Plan 室內面積1460多呎 室外有135呎 因為它有一個deck G-Plan的價錢大概是百多 去到九十萬 它說HIGH 800 然後J-Plan J-Plan也是比較大的單位 1615呎 不過它跟不同的 就是它不是Duplex 而且它分了三層 所以大家首先會看到 有一個Basement Unit 有間房 也是Laundry Room 也有一個Dance 有洗手間 即是下面Basement這一層 都幾自給自足 上去就有車庫同層 就是Living Room Dining Room 以及廚房 有一個deck 然後再上去就是三間睡房 其中一個是主人套房 J-Plan的價錢 就是九十萬頭開始 所以差不多是九十萬頭 九十萬鐘 以及一百萬頭的價位 就是現在正在賣的 暫時不知道這些是否一樣 J和J 這個屋苑還有其他Plan選擇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有這麼多種 不同的四房、兩房、三房都有 我們剛才看了第三期 就是整個project的這個位置 第一、第二期 就是中間一些比較賣了 以及有些已經入住了 其實還未完 之後還有這一塊 差不多二十多個unit 還有最邊邊這一塊 差不多四十多個unit 所以其實還有六七十個 Home還未買出去 如果大家還在考慮 或者想要一些long completion 也可以考慮 再等一等它下一個release 因為現在賣第三期 我們也是估計它是下年 這個時候可以收樓 今次的示範單位 不是任何可以買到的plan 其實是eplan 當初第一期是比較多 這些四房的unit 所以我現在身處的 這個待會上去看的示範單位 是eplan 樓下是只有一間房 就不是好像J 有了點和其他laundry 然後上面一層是客飯廳 再上面是另外三間房 這個是我們會去看的 我們現在主要去感受一下 project去建好 或是入住的時候 大概會是怎樣的 現在其實買不到eplan 都是要按D 或者是J 或者是G 就想想剛剛這一層 其實是車庫和extra room 不過現在就改造了做示範單位 然後你回到家 由車庫那一層 就會在這邊進來 上了樓梯 樓梯這邊也會有窗 讓光可以進來 上到這裡還有半級 之前就有一個衣櫃 這個衣櫃也是比較深一點 我意思是長一點 這邊還有空位 可以掛衣掛到裡面 樓梯位是地毯 上來主層就是鋪了lemonate地板 大家看到是比較中式 少許近灰的地板 檯面是quartz 白色的石英檯面 然後櫃其實有少許近墨綠灰的感覺 這邊也有些背板是咖啡色 和地板是相配的 上面的櫃面和下面一樣 所以有少許對比 跟counter space 這裡是L-shape的廚房 這邊開始看我們 有一個pantry 這個裡面的發展商 也會配好一些白色的金屬鐵架 給你放的 雪櫃不是陷入式 是一個大的雙門雪櫃 也是比較深的 大家可以看到 整隻手的距離可以放進去 牌子是Samsung的 下面有一個冰櫃 應該有兩架櫃孔 可以拉開 上面也有儲物空間 這邊開始是counter space 爐頭兩邊都做了一些櫃桶 也有soft clothes 一格小的 兩格大的 這個就是整個電爐 這些是switch 下面配了焗爐 牌子的話 應該都是Samsung 然後抽油煙機 跟微波爐造成一體式 這邊其實是抽油煙機 上面是微波爐 樓底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處的房子 這一層是九尺樓底 那些櫃其實未做到頂 上面還有一層牆壁 counter top底是沒有燈的 這邊鋪了一些磚 一塊一塊的白色磚 有電鍵 這裡是Sync 面對著一個大窗 窗可以左右開啟 也不會包沙網給你 如果有朋友喜歡開窗 又怕有蚊蟲 可能要自己安裝 那些Blinds 它就是Roller Blinds 也不是Roller Blinds 就是這隻窗 水龍頭用了黑色的 這邊還有空間 洗碗碟機 牌子也是Samsung 然後我們看看升盤底 就是一些空間放東西 而剛才隔壁的位置 應該是沒有轉盤的 就是普通的櫃 Island這邊也是打開 可以放大件東西的空間 這邊也是 這邊也是 然後這個Island 可以坐到兩個人 這裡套進去 這邊有個類似是Formal Dining 再大一點 多一個釘的位置 因為這張餐桌 本身現在都一二三四 可以放到六人的餐桌 這邊還有一個Space Lock 你可以當一個小小的釘 大家看到這些是設計 不包的 大家可以參考這個想法 可以將這裡組成一個組合櫃房 我們可以去看看露台 露台是在廚房這邊 這個項目的外場 就是混合了Hardy Board 和混合了Vinyl 這些就是Vinyl Board 大家可以看到 對面的深灰色 其實就是Hardy Board 它有少少混合式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不同的顏色組合 亦好像下面這些位置 就是入屋位 也有一些磚 做了設計的造型 我現在身處的露台 的闊度 大家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空間 可以放到四人餐桌 以及每個部份之間的格 都是這些鋁合金 黑色的 完全是Block 當然如果你很高的話 可以看到旁邊 我這個高度就看不到 這些扶手櫃蘭 也是黑色的鋁合金 這裡外面露台的地板 也是Vinyl 比較防水 它用這些材料 相對來說 維護所需的成本 可能會低一點 我看到前排那些房子的距離 都跟我們和這間房子差不多 不會那麼近 但都能看到對面 好 剛才看了廚房 看了飯廳 這邊就是客廳空間 現在Antham用了設計分隔 這邊淺色長子就是客廳位 放了一個四五人的大沙發 這邊也是凹了下去 所以電視位和沙發位的距離 可以放得更大 變成大家又要買一些大尺數 70吋75吋大電視 都不會太逼夾 這邊也有兩個窗 好 我們上樓上看看 取暖是Baseboard 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這些是上電的Baseboard 每一間房間 或每個地方都會有控制 你可以選擇開不開 到樓梯位又是地毯 這邊也有一個挺長的窗 可以採光 還有安裝了燈 樓梯位的光亮 有扶手 上來之後 我們先看看這邊 這是主人房 這個主人房 放到Kingsize的床 旁邊還有這麼闊的床後空間 現在做了組合櫃 這是for display only 不包的 大家可以考慮這樣做也可以 那邊還有一個空間 我們先看看 主人房 這個職位大家買不到 不過可以參考 大家不要以為買回來是這樣 這裡有空間 有兩個大窗 上面還有開不到的窗 另外 我身後這裡還有一個凹位 我覺得這個位 應該適合化妝位 因為凹下去的位 然後這裡就是walking closet 這些organizer是包的 沒有寫到Display 這個洞其實是上去屋頂的 或者不是屋頂 而是etic 裡面會放很多化妝棉 放一些保溫棉 放一些保溫棉 在這個位置可以上去 如果有時會檢查有沒有漏水 或者是inspector 有時會上去 鑽進去看看 主人房的洗手間就是這裡 它是4 piece 做了兩個洗手盆 中間還有space放東西 所以這邊也有三格櫃桶 一格小的 兩格大的 然後我們看看洗手盆底 下面也有space放東西 然後台面也有quartz 除了台面之外 周圍也包了邊 三邊也包了 那邊也有一塊大鏡 然後這裡有毛巾位 後面是shower shower stove 不是毛邊的玻璃 有一個框 下面是纖維底盤 只有一個ring hat 沒有放到可以拆出來的 handheld shower 坐廁位在這裡 旁邊是一個side by side的laundry area 它也包了一塊台面 這個應該是lemonade Full size的Samsung washer 和dryer都包了 上面也有金屬架 可以放一些東西 前面有兩間房 這邊會share洗手間 我們先看看房間 現在是單人床 我想你再放寬一點 還可以放多一張床 即是queen size 或是double size 沒問題 衣櫃在這裡 兩個大窗 然後呢 我們的右手邊 就是另一間房 這個呢 直接做蹦袋 躺在上面 下面還可以做書桌 小朋友就對了 這邊有一個衣櫃 這邊一樣有窗 這兩間房間 就會是share洗手間 大家可以過來看這個客廁 剛才主人房是shower 所以通常西根dark room 都會是浴缸 大家看到浴缸的setting 也是一樣 花灑頭在上面 毛巾位 然後就有座廁 這個就是一個單棉盤 下面是一些space 沒有櫃桶 同樣都是兩邊是包了的 有這個調溫器 因為這裡有個base board 好 其實我們就看完了一個show home 現在賣的一些教委和procedures 其實它之所以還有些B plan 是因為第二期還有三間 但其實第三期就沒有了 這些completion會比較早些 說今年的9月10月 但只剩下一兩間 這三個就是屬於第三期 由三房開始 三房加釘 差不多接近九十萬 未到D J plan就是九十多初 然後D plan就是包幾萬 這個管理費是一毫九一尺 不包電不包gas 這兩個都要自己上 就是no gas no power 這個要自己上電費 而Face 3 即是剛才說的這三個completion 就會是下年的年初到年中 大概是現在這個時間 那Deposit的話 首先入來寫合約 其實要帶五千元 另外七天內 其實就是給第一個Deposit 五個百分之 減了前面的五千 然後90天再給五個百分之 那就可以了 然後就等收樓的時候 再給尾數 至於校網方面的話 其中一個校網 就是Maple Green Elementary 也有Fleerwood Park Secondary 以及這兩間小學 也是校網 這些大家可以想想 將來如果搬進來 你和旁邊的屋間 那些距離 或者是那些walking pathway 就是這樣的 我做了這些木的欄杆 會有些圓藝 這些都是Strada管理公司會包的 亦是你給一毫九 差不多接近兩毫一尺的管理費 裡面包的 有這些樹木和植物 通常在發展商 織給你的時候 他就會說 這個是雙車褲 後面有些位置 他不會確認 你外面是否真的可以 拍到多少部車 不過我發現 這個屋苑 很多屋主都可以偷到雞 例如這部 他就把後面這個位置 打橫拍一步上去 變成你Cover 裡面車褲就兩部 外面再拍到一部 我們又走一下屋苑 看看可不可以走到第三期 好像這個是show home area 所以他圍住了 這一間應該是住了人 大家看到他還很厲害 拍了兩部車 在外面一直拍 不過大家可能要買一些小 好像smart那些 就一定可以走到兩部 Suri這裡的地可能是大一點 相比我們以前 我們通常看Richmond 甚至Porsay 那些地沒有那麼大 做不到那麼多範圍 我留意到這個屋苑 周圍其實有很多Visitor Parking 還有留了很多一些 好像綠化地的空間 令到大家居住的時候 感覺不會太壁劫 全門都是樓 我們現在一直在看這裡 大家看到一個Elevation 還有兩層的 這些就是我們剛才說 其中一個是兩層duplex 貓屋Style B-Planet 這些是賣了 現在正在建 可能今年的年尾收樓 旁邊這些都將來會再新建 這些藍色的板 後面就是工地 大家看到一些積 有時會看到有些小一點的前院 或者大一點的前院 大家可以根據我的身形去看看 他們的空間感大概是怎樣 兩個之間的闊度 我想可能走到十步左右 這個過去也是正在建 我的感覺在這裡 真的像在一個屋苑那裡住 裡面有很多植物 好像這些樹應該都挺漂亮的 然後它又做到一些高高低低 令到感覺不太齋全平 外面的大街就是152 就是入口位 我們可以看看現在的尺寸 外面是怎樣 還有它前面這兩塊在建築的地 其實將來會有兩棟低低低 還有也會有一個叫做tree house 是整個屋苑的一個類似會所的地方 如果大家將來搬進來這裡住的話 就是由152 對面又是戈爾夫球場 到這裡彎進來 這裡有一條小路 前面大家看到現在這兩塊沙地 我剛才提到會建一些低低低低低低 這些低低低低低及出租的用途 會由發展商Antham去管理 這是滿足每個市場 現在都要求當有大型建築項目 都要有一些出租 是給市場市場有需要的人去租 會是市場租購 然後這是入口位 這一個建造的兩層 其實是給Widham Water整個屋苑的會所設施 差不多上下室內室外加起來 有5000呎左右 比較少的Townhouse屋苑 可以有比較大的會所設施 通常Townhouse屋苑 未必會有很大的會所 特急預防後 不是一個屋苑的東西 包括折磨一叄 在這裡駕簍下的地圖 使用一個屋苑的腳 從前塞備固定 iffer音樂 在這裡駕簍下的車 在這裡駕簍下的車 我們現在看看整個措施 大家看到現在面向這一塊 中間有多些屋子 左右兩邊都是沙地 好像工地就是Wood and Water 中間主要是第一第二期建好入住 旁邊兩邊的工地就是第三期 之後再開售的第四期 下方一點的綠化地 還有一些屋子 那裡是戴爾夫球場 這個是比較小的 這一邊現在計算過去 已經差不多是向東邊 再大家看到向南邊方向過去 就是有一個Lake Park 有一個湖的公園很多樹 這一條大家看到那個主幹道 其實是一五二街 南北朝向現在就向正南方 它這個Site附近都是獨立屋為主 它是屬於Surri比較安靜的Flywood區 大家看到沒有什麼高樓 高樓都會向西北那邊Surri Central Sky Train是過頭的 我們現在慢慢計算過去 現在我們身下看到的 其實是另一個對面馬路更大的Country 哥爾夫球場 對 那裡有一棟是Delta 然後每次看到那棟我都很開心 現在再計算過來西北邊 Eha看到幾棟高樓 其實那裡就是Surri Central 和King George Sky Train 站 那一堆十幾十幾棟樓 現在又回到北邊正北 一五二街 左邊就是Golf Club 右邊又去到Site 還有我們看到完全雪山 不過大家住在Town House 就看不到這個美景 還是要好像我們這樣 放飛機上去才行 我們現在就飛過去第三旗 看看 這一邊這一堆沙地 其實就差不多是第二第三旗的位置 你可以認住迴旋處的圓 那一堆沙地 其實就是進來必經之路 前面大家看到那些車靈靈靈靈靈靈 那一條路都是當是Visitor Parking 一路可以停車 現在就是工地位 站到不同程度 有些什麼都沒有 有些沙 有些開始做Foundation 有些起了一個框架出來 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它整個山波形都有點高低 所以為什麼第三期會有些J Plan 就是下面有一個Basement 類似是有一個房間 就是因為大家看到 其實它有一個Elevation 所以車庫會變成Basement的Level 這個已經是去到最後第四期 再放售出來的Unit 現在就什麼都沒有 拍了那些車在那裡 好 大家看到有些沙地 那裡應該會是第四 或者如果它有第五期 是那時候才買的 因為那裡又有四十多間Town House 現在就什麼都還沒建出來 還是拍了一些車和沙地 好